魏无羡看着他神色低落,于是蹲下身开导他道,我给你请的是我们这最好的医师。 他说了,你这腿只要按照他的治疗方法,绝对好的了。 他信心满满的样子,确实给了蓝忘机莫大的信心。 可是,蓝忘机问出了他多日以来的疑惑,你为何对我这般好? 魏无羡摸了摸下巴,洋装思考了许久,最后语重心长地开口道,可能我对你一见钟情吧。 一下,蓝忘机又皱起了眉,你对谁都如此轻浮。 魏无羡恩了半天,半解半疑着说,好像是吧,不过你还是很不一样的。 蓝忘机被他的话掉足了胃口,哪里不一样? 呼的,魏无羡站起身来很认真的看着蓝忘机的脸道, 你是我所见过里长的最好看的。 魏无羡一副轻挑浪子模样,惹得蓝忘机很是不悦。 蓝忘机推着轮椅,独自去了一个角落晒太阳,反正离魏无羡越远越好。 临近黄昏,魏无羡从外面匆匆回来,演艺间,发现某人竟还在庭院中。 气不打一出,魏无羡又走到隔间,给他拿了件外袍。 蓝忘机在树底下发呆,疏然肩膀一重,身上的寒气皆被隔离。 他回过头想看是何人,却还未来得及看,一个黑影就闪到了他的眼前。 魏无羡没有往日的嬉皮笑脸,对待起蓝忘机像是教育起不听话的小孩般训斥他。 秋季不比夏季,你身子骨弱,怎还在这吹冷风,要是落下病根该怎么办? 蓝忘机握紧了魏无羡盖过来的衣袍,心里一阵暖。 魏无羡站在他的前面,一瞬,高大身影就把他面前的冷风给挡住了。 蓝忘机抬头往上前,难得仔细端向起魏无羡的容颜,竟是那般的英俊。 忽然想起自己前些日子的舞里,竟有些荒唐的可笑。 干净洒爽的声音从顶上传来打断了蓝忘机思绪,过些时日有灯会。 到时候,街上会有很多新奇的表演和游戏,你要去看看吗? 蓝忘机沉默不语。 魏无羡也不勉强他,但还是强调说,依你的性子应是不喜热闹。 不过有我在,保证不会让你感觉到无聊的。 何不试一试?总是一个人窝在屋子里,会把人憋坏的。 他抿了抿嘴,纠结了会还是道,我自五岁起便一人起居,并不会无聊。 魏无羡呵呵一声干笑,还是头倔驴。 蓝忘机,魏无羡无奈道,也罢,你愿不愿意都无所谓, 我只是向征信问一下你,反正我都会推着你去的。 蓝忘机,他把轮椅转了一个方向,低声道了聚,无聊。 事与愿违,灯会那天,蓝忘机即使在情不怨心不甘, 还是被魏无羡大大咧咧地推着轮椅推了出去。 蓝忘机只恨自己不能下地走路,现沦落到随意被人支配。 事迹上,因为灯会的缘故,来往的人格外多,魏无羡艰难地推着蓝忘机在路边行走。 期间蓝忘机还曾劝告他,今日人潮汹涌,不宜出门。 魏无羡可不听蓝忘机叨叨,自顾自地推着他看街边表演。 街边上的表演是一种江湖术式的普遍会表演的,他们通常叫这为幻术。 魏无羡捧场地在一旁欢呼鼓掌,可蓝忘机还在仔细琢磨方才术士到底是如何完成的。 魏无羡拍了拍蓝忘机肩膀,让他醒神,别想了,为这种事情伤脑筋你累不累啊。 这一拍确实拍醒了蓝忘机,但更多的还是惊恐。 从来没有人敢这般待他。 蓝忘机冷声道,不要碰我。 此话一出,魏无羡就全身起反骨。 他勾起蓝忘机病前的龙须,细细感触道,发质真好。 蓝忘机拿过自己的头发,瞪了眼魏无羡,请不要儿戏。 魏无羡把蓝忘机推到无人的角落,双手抱胸,气势凌人的样子,恶狠狠地恐吓着蓝忘机。 我现在要对你做点什么?你是叫破喉咙都不会有人听见的。 有了第一次的教训,蓝忘机现在淡定得多了。 他抬起胸脯,眼神坚定地看着魏无羡,示意着他,你怎么还不动手。 魏无羡看懂了他的眼神,怒气直冲大脑,你真以为我不会对你怎么样? 蓝忘机还是静静地看着他,可那眸子里又多了几分确定。 魏无羡,无法,魏无羡投降。 活菩萨,走吧。 魏无羡没好气地说着。 自灯会过后,蓝忘机有一阵时间都没有理会过魏无羡。 魏无羡拿着小玩意找蓝忘机,蓝忘机闭门。 魏无羡拿着笛子吹给他听,蓝忘机无耳朵。 魏无羡拿着好吃的给他吃,蓝忘机竟然避息,吓得魏无羡立马缩了回去,生怕给蓝忘机憋死了。 经过几番努力,魏无羡觉得蓝忘机可能就是单纯地不想见自己,所以把这些东西托付给总管家,让他代替自己给蓝忘机送了过去。 蓝忘机见这些东西又重新出现在桌上,心到他好像很害怕自己死去。 送来的东西有吃的、穿的、用的、玩的,凡是魏无羡能想到的都给蓝忘机送了过来。 在总管家走之前,蓝忘机叫住他问道,你们的主人叫什么? 他们相处多日,可蓝忘机竟然不知他叫什么,说来真是荒唐。 总管家道,我们的主子是魏国的镇北后,魏无羡,魏将军。 顿时,蓝忘机愣住,姑苏与魏国向来不和,他身为一国之将又怎会不知自己的身份,这些时日待他无甚至好,到底出于何意? 心中对于魏无羡的好感瞬间破灭。 总管家似看出蓝忘机的心思,他道,蓝公子不必担心,我们将军不会为难你的。 带您身体好了,我们会送您回姑苏的。 蓝忘机冷冰冰地看着他道,如此麻烦,何不现在就将我送回。 总管家不吭声。 蓝忘机冷哼一声,质子吗? 话音刚落,魏无羡破门而入。 他让总管家先退下,最后关上门,对上蓝忘机那双冷漠的眸子。 质子可没有你这么好的待遇。 魏无羡边说边坐下。 蓝忘机反问,为何不放我回姑苏? 魏无羡不耐烦道,你伤在我们魏国受的,我自然得把你养好了再送回去。 现在的蓝忘机,任魏无羡说什么,他都是不会相信的。 这几日相处下来,他发现魏无羡这人为人滑稽,满口谎话,行为作风皆是风流。 蓝忘机漠然不动,满口胡舟,何以信的。 魏无羡可不惯着他,你现在在我的手上,信不信都有不得你选。 这是句实话,蓝忘机不得不承认。 你在我这里是得不到什么? 魏无羡退下严厉,又换做了往日的笑脸道,怎么会没有? 你的脸就很不错。 蓝忘机,魏无羡轻挑道,蓝二公子恐怕是第一次来我们魏国吧。 你应该不知道我们这里的风俗。 说着,魏无羡凑到了蓝忘机身边低声道,我们不仅有男女,男风也很盛行。 听完,蓝忘机勃然大怒,请你不要开这种无聊的玩笑。